恆子公司上星期五公佈了季度檢討結果 加入四隻成份股 有神華、周大福、漢森製藥和百度 成份股由69隻增加到73隻 9月5日星期一就會生效 中金出報告之前漢森製藥和百度都有預期 周大福和神華未有在他們的預期名單上 今早見到除了百度之外 對盤之前另外三隻都在升 你覺得如果真的有興趣去買的投資者 哪一隻的值得比較高一點呢 以往我們經常都說 不要跟恆子成份股入藍醜去買 這個是事實來的 所以如果你是用這個出發 但是因為今次的狀況有很少的不同 因為市況真的很滿 變相地你要找焦點 以往我覺得完全不值一太多去看 因為有很多東西都第一方面可能是其之內 第二方面就是被動資金在目前的市況來說 作用真的不大 但是在這麼悶的市況上 本身都沒有焦點 突然間有些意外的藍醜出來的時候 就變相可以去想 所以四隻藍醜當中 第一方面百度這些存了太多的錢 而公司的市值或者營利能力上 都符合所有的條件 這些我覺得真的沒有太多的懸念 但是另外那三隻的確叫做相對比較有意外 而且資金本身都有興趣炒這三個板塊上面 就變相可以去想了 但是你說三個板塊我們就會說 從一個基本因素的角度上去看 首先說弱股 真的不要騷擾我了 弱股我覺得短線是會升得太多的 但問題就是升了5%才去追 我自己有些介紹不在 這個其實短線可能升得最快真的是弱股 但是就要自己轉身轉得快 還有這些位置我覺得 如果你升不穿16.5%這些位置 很大機會就是變高追 接著就可能10天20天線的位置 變相對的直播率不是太高 如果你看基本因素上面 實話向來我也覺得OK 但是你在升個52周高位 而市場短線 我剛才說的美股又開始減輕一點 大家擔心環球經濟狀況 會有機會轉差 當市場關於環球經濟衰退的狀況的時候 一些傳統能源格格的油、煤等等 絕對有機會無端端高位回落 所以短線回調的殺傷力都會比較大 所以我們用排除快去看 我自己看就是 如果你是三隻比較意外的藍醜上面 真的三隻都要強硬高追的了 我覺得強硬高追周大幅相對地會比較好 因為短線來說 市場還會關注其中一個焦點就是 本地的零售市場上面 可能隨時通關的概念慢慢釋放出來 這個可能有機會有個轉機 轉為細部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強硬要去追 可以試一下周大幅 16個半做止設 這些位置再追 就忘了18元的技術評 對啦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我會看到 你有一件事 那是